大家好,我是阿娇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 广市早茶里非常少欢迎的小诗 沙爹金咸土 是广市早茶经典的洒点之一 它的口感以咸甜为主 学会了在家里也能做书和酒店茶楼一样的味道 首先准备数量的金咸土 我买的这个金咸土有3斤多 现在煮些2斤出来 我今天买的这个金咸土 是老板清洗刮干净 烧过水后密封冻起来了 买回来我们只要把它清洗一两遍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后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来准备细异味的香料 准备少洗些片的姜片 再准备小松把它打成松结 3片香叶 少洗洗净的桂皮 2个洗净的芭蕉 少洗的花椒 然后把洗净的金咸土 冷水下锅 再把松结姜片 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下入锅中 再倒入数量的高度米酒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煲30分钟 金咸土买回来是半熟的 所以主要煮30分钟就可以了 金咸土煮开后 边边会笑起来 所以要把它剪成小块一点 这样方便完全泡在水里 盖上盖子 转小火煮30分钟 接下来我们调一下百合酱 两勺腐乳酥 两勺南乳酥 一勺花生酱 半勺沙烧酱 两勺猪蚝酱 两勺海鲜酱 两勺沙爹酱 一勺蚝油 半汤勺三勺 一勺鸡精 两小勺白砂糖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酱汁我是按了3斤多的比例来调的 这个百合酱可以移速做多一点 放进蜜蜂罐里保熟起来 可以做洗油蒸凤爪 也可以做沙爹进行堵 搅拌均匀后放着备用 现在再来调一下沙烧馅 少许老烧 一勺沙烧酱 两勺酱油 四小勺白砂糖 搅拌均匀后放着备用 三小勺玉米淀粉 再倒入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后备用 再放少许的散皮 倒入半碗开水浸泡20分钟 锅中放少许食用油 油又放入数量的小松 把松油煎出来 煎至金黄后把松渣捞出来 把调好的百合酱下入锅中 再倒入刚才浸泡的散皮水 少许的米酒 开最小火一边搅拌一边煮开 煮开后关火煮出来 现在来煮沙烧馅 把刚才配好的沙烧酱下入锅中 再把玉米淀黄水下入锅中 开最小的火一边搅拌一边把它煮开 煮到这种年少转就可以关火了 煮好后把它尝出来 精神堵已经煮30分钟了 把小松夹出来 以后关火控水捞出 把它放进冷水中过凉 再让口感干脆爽 清洗干净后把水放碾干 放着备用 准备一条洗净细皮的白萝卜 切成段后再切成后片 再改刀切成条 切好装入盘中 再把新红椒切成线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把精神堵切成条 水开后把白萝卜下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烧水三分钟 吸掉白萝卜的色味 这样会腥甜一些 然后关火控水捞出 再把泡发开的钢香菇也下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给它煮五分钟 这个钢香菇是我自己夹进去的 夹这个钢香菇 腥味就没那么重 关火后控水捞出 碗中放一勺沙地酱 再放入四勺调好的百合酱 两勺调好的沙烧蟹 再把泄好的金鲜土下入碗中 以后用扫给它翻拌均匀 让金鲜土均匀的果汕酱酱 空碗中用白萝卜垫底 香菇也倒进碗中 以后把金鲜土也摆入碗中 白饿后把酱酱淋入碗中 再铺上新红椒给它点缀一下 锅中水开后 把金鲜土放进蒸地里 盖上盖子大火灯15到20分钟 15分钟后把盖子打开 这道香香香香的广室茶点 沙爹金鲜土就做好了 这道茶点小酥 在广东的茶楼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样做出来口感睡爽 受香味既咸 如果喜欢的朋友也赶紧试试做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鼓励支持一下哦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